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绿影时光,我是小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暗夜鬼抓床》 上来必须要吐槽一下 一个中文的电影名散发着浓郁的廉价气息 电影本身虽然剧情一般 但是该吓人的地方还是挺吓人的 曼妮是一个田径教练员 每天早上都热衷于锻炼 某天清晨她按照惯例出门跑步 却不幸出了车祸 再次醒来曼妮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她的肺部无法自主呼吸 只能依靠呼吸机为生 丈夫诚哥表示 曼妮手术中甚至心脏停止了 经过抢救才活了过来 但是因为气管问题暂时不能说话 没办法 曼妮只能靠电脑跟女儿和丈夫交流 诚哥表示要回家照顾女儿 所以提前离开了 曼妮一晚睡觉 却突然发现自己床边出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灰色的鬼影 曼妮惊恐不已把事情告诉了医生 可是医生却说 这是曼妮吃止疼片产生的幻觉 但是没多久 曼妮一晚睡觉 鬼影再次出现 还妄想掐住呼吸管 让曼妮窒息 曼妮将这件事告诉了诚哥 诚哥不相信有鬼 但觉得是医院的失职 于是在曼妮的房间里安了摄像头 而曼妮也开始着手调查 鬼影到底跟医院有什么关系 她在医院的纪念照片中发现 当年竟有一个护士跟鬼影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在1984年就自杀了 之后曼妮又询问自己的心理医生 医生表示 鬼影小时候受过虐待 经常抓伤自己 护士只能一直给她剪指甲 康复后的鬼影就在医院生活 成了护理工 却嗜好收藏女孩的指甲 后来医院失踪了五名小姑娘 警察发现了鬼影收藏的指甲 于是认为鬼影就是凶手 最后鬼影也就上吊了 当天晚上鬼影再次出现 幸好男护工及时赶到 曼妮彻底怕了 想让丈夫带自己回家 可是丈夫却早就让一个年轻的运动员 住进了家中 两人十分火热 根本不想让曼妮回家 而男护工此时在工作间 看到了一些异样 最后发现了鬼影当年收藏的指甲 和五个小姑娘的资料 随后便被鬼影收割了人头 诚哥不相信曼妮 只有女儿愿意帮忙 而院长也在办公室领了便当 得知医院出了情况的心理医生也感到 也被鬼影迅速解决了 为了不连累女儿 曼妮坐着轮椅走向了鬼影 被鬼影来回猛摔 女儿只能看着却什么也做不了 电影到此结束 可是鬼影依然是一个谜 我是小尹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掠影时光